第一把二十九节,拥抱 宋帕尔仔细一想,四姑娘没用是有的,可怜也是真的,谁家新媳妇进门了,敢跟丈夫和公公叫板呢? 他笑了笑道,我说那些闲话做什么? 而后果然一句也没在二分跟前漏。 二分来吃满月酒,因为是家宴,只有家里几个人,他脸色仍不怎么好看,宋的项圈分量也轻。 宋帕尔忍了再忍,看着大夫人的面子才没有发火。 除去二房这些事儿,其他的倒已圆满。 三天宴席过后,家里生活照旧如常,朱仲军每天都在顾家。 顾炎珍也终于给宣哥和秀哥找到了一位新生。 先生姓尤,原先在山东大户城市家里做教管新生的。 而后,城市子寺进长,不喜读书,远走江南寻武馆学武去了。 尤先生家在京师附近的庄子上,就回了京,因为早年读书和胡泽玉交好,听闻胡泽玉调任回京,他就进城拜访。 而后,听闻顾家正在寻先生,学圣是两个公子,一个还是十岁,一个八岁,都是斯文的。 尤先生就同意见了见顾炎珍,顾炎珍也是读书人,自然和尤先生言谈投机,当即定了下来。 啊,是中过举人的,听说当年还是前十岁,这点胡泽玉作证,半分不假,我也问了他几句,学问不在我之下。 顾炎珍跟苏帕尔说尤先生。 而后三年内,又父又妻又丧长子,受了很大的打击,书就读不下去了。 如今有个八岁的女儿,跟着他老娘过活。 酸帕尔点点头,让顾炎珍请来了,隔着帘子问了一回,对彼此都挺满意的。 到了十月初一,尤先生就正式开始作馆。 每年的素修三十两银子,四季各两套衣裳,逢年过节,另有素礼。 歇在顾家的外院,馆一日三餐,每顿都是六个菜,两荤两素,两汤。 这样的素修在京师也算是中等拼上的。 尤先生岂又不愿意的呢? 他作馆第一天,酸帕尔就叫人送了两套衣裳过去,都是从江南带来的上等仇子。 尤先生却越发地感激敬业。 宣哥和秀哥也玩了大半年,一时难收心,兄弟俩第一天去念书,回来都垂头丧气,都被尤先生给骂了。 宋帕尔倒也不心疼,笑着道,严实出高徒,骂得好。 然后,那天晚上的晚晒,叫人给尤先生添了两碗菜。 尤先生知道,这家人明事理,教孩子们也更加严格用心了。 转眼又到了十月,天一日日地冷了下来,宋帕尔刚产子不久,身子还是虚的,早早地就拢了地亢,正院里温暖如春。 顾景之每日早起,先去母亲那边吃饭,吃了饭就回了自己的院子,跟着程师傅和祝妈妈做针线。 如今不用跟祖父念书,也不用教宣哥,宋帕尔就叮嘱他,好好地把女工学一学。 将来旁的不说,王爷的小一,也交给真线上做吗? 顾景之源先在严陵府的时候,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,更不知道会嫁给什么样的男子,他真线上没有天赋,想着混过去。 如今和朱仲军定了亲,知道他挑剔,将来自有话,被他唠叨,顾景之就一咬牙,开始学了,只当是学门手艺。 朱仲军就没人黏着他,东四家也拢了地亢,顾景之和祝妈妈,成师傅做针线,朱仲军就躺在炕上看书,安静不语。 屋子里的丫鬟,朱妈妈和成师傅也习惯了他,不再忐忑不安,任由他自己娶乐。 他看着顾景之的手,被针扎得千疮百孔的,好几次想问什么,可最终忍了下来。 一连五六日,顾景之一点长进也没有,成师傅恨铁不成钢。 姑娘,您用点息,恨不能拿戒指打他。 朱仲军听了就很不舒服,一下子就把顾景之手里的针线夺了,丢在地上,指着成师傅等人说。 姑娘要做这下,还要你们做什么? 声音有点力,成师傅被他吓了一跳,扑通一声跪下了。 顾景之就轻轻地握着他的手,当傻子一样地吼着他笑。 不爱事不爱事,我手不疼。 然后让小丫鬟们搀扶起成师傅。 成师傅快起来。 又让泥上捡起地上的针线,他自己拉了朱仲军进来内室。 怎么了? 他问,可有什么不妥吗? 他以为朱仲军有什么高深的见解,是很久没装傻子发火了,来表演表演,还是觉得成师傅有问题呢。 朱仲军则坐到了炕上,手托塞,睁着水灵灵地戴眼镜望着顾景之说。 看你辛苦嘛,一个绣鸟,也敢对你腰三合四的。 顾景之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。 他看了朱仲军半傻,的确不是在开玩笑。 片刻,他才摇摇头的。 你,装傻子上瘾了吧? 朱仲军的确是有点上瘾。 嗯。 他重重地点头。 做傻子可真好,随心所欲,哪怕顽皮了些,霸道些,旁人也能体谅。 我从计事起,就没随心所欲的生活过。 说得顾景之一时间不知道该接什么,这话倒也有几分针。 念初中的时候,朱仲军就早熟,比一般的孩子懂事多了。 唯一想随心所欲的。 顾景之的,可成师父也没有做错什么,你就把人家吓了一跳,他只不过尽了师父的责任。 说来说去,顾景之自己学真心太笨拙了。 你学了做什么呀? 朱仲军终于问出了他心里的疑问。 我看你笨手笨脚的,没那天赋。 你没听说过,百分之一的天赋,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更加重要吗? 你将来又不缺针线上的。 话虽如此啊,顾景之道,将来你天身穿的衣裳,交给针线上,或者丫鬟做。 且不被人说长道短,风俗如此,若相随俗嘛。 朱仲军噎住,他那淘气的毛子渐渐地撑不住了,整个人沉默下来,脸就有点严肃,像那前世的样子。 顾景之最不喜欢看到他前世的样子,他笑了笑说,既然你不讲究,那我不学了。 朱仲军没有说话,顾景之见得这样,转身就要走,出去安慰程师傅几句。 程师傅估计是被朱仲军吓坏了,朱仲军却突然起身,从后面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。 而后,顾景之听到他声音里带着笑说, 我学的,好好学,我以后不打扰你了。 然后在他后镜上亲了一下,顾景之就感觉很奇怪,他推开了朱仲军,朱仲军又是那个笑嘻嘻的傻子了。 不过,达那天起,顾景之再也没有学过针线。 正如朱仲军所言,他连1%的天赋都没有,努力99%也是白费的。 于是,剩下的时候,他基本上都在练四写书,朱仲军要的之前写过的给他看,顾景之也拿给了他。 他自己编写一书,没什么高深的理论,都是他前世看过病人的记载。 从品音,到用药,到后期的复诊,他都清楚地记下了。 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在还没有的,朱仲军看得是津津有味。 他甚至道, 你教我学医好了,反正我也没事可做。 郭锦芝说, 嗯, 年轻人,你金骨齐家,相貌堂堂,是天生学医的好材料。 我这里有本传家一书,只要黄金十两,就送给你了。 你将来定会名震姓林界,成为一代传奇的。 朱仲军就闭嘴了,没再提过学医的话。 到了十月初八,一场大雪,聪明扯续班,洒落下来。 朱仲军一早就进了那院,先到了顾锦芝的院子里。 他对顾锦芝道, 吃了早饭,咱们堆起玩儿去吧。 就咱们俩有什么缺儿? 顾锦芝道, 宣哥他们还要念书,你要是太闲了, 去帮那丫鬟们扫雪吧。 朱仲军瞪他,顾锦芝就笑了起来。 趁早饭的时候,外头还在下雪,白癌的一片。 宋帕尔也在商议,怎么赏雪才哑, 要是在延陵府,去宋家。 宋大太太什么都准备妥当了, 大家只要玩到就好, 孩子又多,又是年纪相仿的。 大家正在说着, 虽然冒雪跑进来, 他连脚上的雪都来不及擦, 就进了心思间, 跪下禀告说, 夫人,门口来了好些人, 你家侯爷带着他们家夫人小姐少爷, 后辈病了满家子的小事, 说来给七小姐道谢的。 宋帕尔愣了下, 继续笑道, 哟, 他能起来了? 那方子吃了一个月, 自然能起身的, 只是身子扔僵硬, 手能拿筷子, 却不能负重, 脚更是走不动路的。 是啊, 小丝却忙回答, 他们家两个伙计搀扶着宁侯爷, 夫人, 要不要请下来, 外头大雪呢? 宋帕尔规矩言, 这些小子们不敢胡乱放人。 快让进来, 孙帕尔笑着说, 动了可不得了啊, 宁侯爷又该骂咱们乡下人不知理数的。 此间忙跑去请了, 顾炎针就问, 咱们不娶姐姐吗? 宁儿是有爵位的, 顾炎针却是白衣。 孙帕尔笑道, 你要去你去, 我可不敢去, 要不然呢, 宁侯爷又说咱们跑得比狗还快呢, 舔着脸去巴结他。 这倒是实话, 片刻, 脚不妥妥, 一群人往宋帕尔的正院来了。 宋帕尔想了想, 最终还是到了院门口迎接, 宁家全家都来了, 宁侯爷虽然不能自己走路, 可两个护卫扶着他, 他也能动动, 脸已经震过来了。 顾小姐, 他开口, 酸口齿不太清楚, 却是能说话的, 然后护卫一起扶着宁恶跪拜了下去。 宁家夫人, 小姐, 少爷和跟着的几个丫鬟仆妇, 就着满地的血, 普通全都跪下, 口称, 谢顾小姐救命之恩, 全部磕起头来。 宋帕尔一时之间,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